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去年8月的一篇贴文提到自己去看医生时忘记穿内衣 导致医生在听诊时相当肝大 想把内内搬起来给他听 文章一辟殴处 回音相当热烈 不少网友说这是一篇励志文 留言表示 早知道考医学院太励志了 我要认真读书 经媒体报道后被YOMI K的父母看到 发现有其他网友 留言绩效YOMI K男很大 脑很残 八字奶 愁死了 一道大木瓜 护女心切的父母 坚持要女儿向网友提告 去苹果报道 一名曾开玩笑说YOMI K是八字奶的粉丝 日间突然接到通知 要到台北做笔录 才发现被偶像控告 妨害允议 被告一死招 打三菱人 令他觉得十分震惊 还是学生的他担心家人 得知此事 紧张到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住学 我又没打工 哪里有钱赔 对此 YOMIK坦诚 确有此事 表示 现在一切都交给律师处理 详细状况 我也不太清楚 YOMIK忽须把有别 躲在键盘后面伤人 骂得公然无辱的程度 凸形取字 YOMI K脸书 YOMI K去年八月分享自己去看 医生是忘记穿内衣的经验 回音相当热烈 经媒体报道后 被YOMIK的父母看到 发现有其他网友 留言计较YOMI K奶很大 脑很残 八字奶 丑死了 一道大木瓜 护育心切的父母 坚持要女儿向网友提告 凸形取字YOMI K脸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